好像这两年大家买车都比较喜欢SUV 那SUV确实卖的也不错 不过也有人不喜欢笨重的SUV 更喜欢灵活运动的轿车 那在10万元这个价位 运动型加工轿车的话语圈 一直是被本田思域牢牢控制的 不过最近却有一款中国品牌的轿车 希望向SUV发起挑战 它就是前两天刚刚上市的奇瑞艾瑞泽5GT 正好这两天我们找来了一台 全新艾瑞泽5GT的试驾车 那为了检验它的产品实力 我们又借了一台本田思域 看看面对这个级别的标杆车型 这台观察新车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能力成为运动型轿车的搅局者 开始之前先给大家汇报一下两款车的价格 东风本田思域汽油版目前的售价是12.19到16.09万 奇瑞艾瑞泽5GT的售价是9.99到10.89万 相比之下 艾瑞泽5GT在价格上有着明显优势 即便是顶配车型 也比思域入门版便宜不少 思域是很多本田粉的新头好 有着足够丰富的车型历史 那这台车它的改装和话题在网上是随处可见 不过前几年的观察版本一直比较偏家用 从第10代开始才逐渐强化运动属性 我们眼前的这台第11代思域整体造型非常不错 视觉重心非常低 有着很强的运动感 不过整体风格还是第10代的一个延续 所以本田对这款车还是比较偏保守 据说2023款的思域在中网这里又加了一个亮条 好那么改款必加镀铬本田里真不愧是镀铬狂磨 坐进车内整体的运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面积的钢琴烤漆和中锅台上方的贯穿式蜂窝状 空调出风口跟内饰加分不少 下方的空调射体按键我非常喜欢 你看转起来的这种质感相当的好 有前几年奥迪的那种感觉 那三副运动方向盘和包裹感还不错的座椅啊 都是年轻人喜欢的感觉 但是作为一个定价45万元的车呢 它的配置有点过于寒酸了 方向盘是塑料的 没有真密包裹 座椅呢是布的 没有电加热 但是这些啊 我觉得都能忍 但是你好歹给我一个主架的一个电动调节 是不是 另外呢 就是它的车联网系统用起来呢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单一的 那这台车它的手机互联啊 只有百度的Car Life 而且你看它的导车影像呢 只有尾部的视角 而且画质啊 极炸 不过思域的配置啊 也有亮点 它全系标配了西部气囊 提升了安全性 你要说第11代思域 它内设的设计和风格啊 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但只要说配置跟中国品牌比啊 真的是没法比 再来看后排空间啊 我的身高1米77 腿部空间 标准的两拳 头部呢 就没有空间了 基本上已经顶到这个顶棚了 所以这个空间呢 满足日常的三到四个人家用 配置场景有点没法说了 你看 14万元的车 后排没有空调出风口 没有手机的充电口 而且后排中间呢 没有中央扶手 本田里真的有点过于扣门了 说完了思域 我们再来看爱瑞泽5GT 前几年我们习惯称奇瑞为理工男 因为它虽然有很多先进的技术 但是造型却一直比较保守 但是当你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你肯定会印象深刻 大嘴的设计啊 相当锐利 一看啊 就非常有攻击性 那当理工男开始玩设计 一定会非常有意思 侧面很有亮点 采用双5伏17英寸熏灰冷骨 内部呢 是加大尺寸的橘色双活山刹车卡钳 据说自动性能啊 因此提升了20% 稍后呢 会给大家来测试数据 尾部的设计 其实也非常不错啊 这个小压尾 透明的车标 非常精致的尾灯 扩散器 碳纤维纹理式版 组成的这个组合 看起来非常好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四处的排气装饰 组织孔啊 略有夸张了 坐进车内 我们可以发现 这辆阿瑞泽5GT 它的设计和质感 丝毫不亚于思域 那么你会发现 黑色 橙色 钢琴烤漆 和碳纤维纹理 有效组合 营造出一种 非常年轻运动 甚至还带有一点豪华的感觉 整体氛围呢 是一辆运动型轿车 该有的感觉 那在细节上呢 像橙色的安全带 驾驶模式调节 和换挡拨片啊 都在提醒你 这是一个不爱 行为导居 不安分的家伙 科技和舒适性方面呢 阿瑞泽5GT 有双连屏 熊师致云车联网系统 带加热的皮质 电动座椅 手机无线充电 360度 全景影像 那除了安卓的CarLife 它还支持苹果手机的 CarPlay 智能化程度啊 比思域要好不少 来到后排 我们看一下阿瑞泽5GT 它的舒适性和乘坐表现 我的身高1米77 腿部 标准的两拳 头部基本上也是没有了 所以 乘坐空间跟思域啊 是大致相同的 但是配置可就好太多了 首先 后排有空调的出风口 有手机的充电接口 下方呢 有储物盒 座椅 靠背呢 有置物的网兜 而且 后排中间 有中央扶手和背座 这些配置啊 它不仅仅是成本 同时也是中国品牌 对咱们用户的 关怀和关爱 对了 它的后排座椅 也可以整体放倒 进一步拓展了 储物能力 看完了静态感受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作为一款运动型家用轿车 最核心的性能和驾驶层面 本年4月搭载的是1.5T 地球梦发动机 最大可以爆发182马力 240牛米的性能 说实在话 这款发动机 不管是它的出类特性 还是技术先进性 在这个级别 都是最先进的那一批 与发动机匹配的呢 是CVT无机变速箱 整体表现偏家用 偏温柔 在一定程度上 拉低了思域 它的驾驶和操控乐趣 如果说你想要好玩的话 不妨去看看 思域Hitchback的手动挡 动力系统 尤其的发动机 是奇瑞这些年 前新研发的重点项目 阿里泽5GT 它搭载的是 国产最先进的 昆蓬动力1.6T 波轮制压发动机 最大可以爆发197马力 290牛米的性能 照片数据啊 全面超越 本田思域1.5T 第九梦发动机 那匹配的呢 是七处 四次双雷尾变动箱 具备均衡全面的特性 光说不练啊 都是嘴炮 下面我们就看看 这两台车的性能 到底如何 经过实测 在环境温度 22度的情况下 思域的百公里 加入时间为7.7秒 阿里泽5GT的 百公里加入时间为 7.0秒 可以说 无论是动力总成的 照片数据 还是实测的 加速性能 阿里泽5GT 都呈现了这几年 中国品牌 实实在在的技术进步 关键啊 10万块钱 就能买到一辆 加速7秒 比神车思域 还快的运动钢炮 有点意思 跑得快 还要站得住 操控性啊 不能只看加速 刹车也是重要的一环 经过实测 在环境温度 22度的情况下 思域 100公里每小时 到0的 自动距离为 42.1米 阿里泽5GT的 自动距离为 40.3米 它这套 加大的刹车卡钱 果然功不可没 自动距离 直接比思域 缩短了将近2米 如果换一套 性能更好的轮胎 表现会更加出色 一辆车好不好开 加速刹车 固然很重要 但驾控乐趣 才是根本 我们把两台车 开到北京 最美自驾公路 车辆驾控试炼场 红井路 全长18.94公里的 红井路 弯道多 起伏大 有着金交魔鬼公路 的称号 在这里 我们将对 两台车的操控性 展开真实测试 和体验 说实在话 开上这辆思域 我感觉有点割裂 一方面是它的重心 和底盘非常的低 给你的感觉 特别运动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台车 它的转向 真的是不咋地 非常的迟钝 而且非常的模糊 像在山路上开的时候 我丝毫感受不到 它作为一个运动轿车 应该有的灵敏和犀利 另外就是它的底盘 非常的柔软 虽然说没有明显的侧倾 但是也绝对谈不上运动 好在思域的容测率 特别高 不管说你是新手 还是老手 开上这台车的 你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找到一种 属于自己的驾驶风格 并且把它开得很快 这个也是本田 作为一个全球的大厂 它这么多年 事后积累 带来的技术实力 换到艾瑞泽5GT 说实话 这台车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首先就是它的动力平顺性 很多人会觉得 小钢炮 或者运动轿轿车 开起来会比较冲 过于激烈的驾驶感受 反而会影响日常代步的舒适性 在这方面 艾瑞泽5GT 其实做到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平衡 它的日常驾驶 油门响应非常灵敏 但是又没有 日系车那种给油就穿的感觉 身材油门 发动机的声音很好听 气速试试双链变速箱 降挡非常积极 这方面比CVT变速箱要好很多 所以这台车整体看起来 会给你一种很灵活 很线性的感觉 底盘方面 艾瑞泽5GT 也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那么在这种多弯的山路上 它整体的支撑性 和转向的灵敏性 以及车身的跟随性 都非常好 所以开这台车 我恍惚间有一种开马自达3的感觉 在这种多弯的山路上 如果说你的底盘支撑性不行 测寝严重的话 那么一定是一场噩梦 但是开着2月5GT 我却希望这些山路 再长一点 让我们再多享受一会儿 说实在话 10万元就能享受到这种驾驶乐趣 我是没想到的 通过这几天 跟这台车的深度接触 我得出个结论 谁说国产10万元的轿车 不好开 不好玩 有空来试试2月5GT 一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通过我们静态和动态性能的对比测试 相信大家对这两款车 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本年思雨 大厂出品 排质硬 背景深 各方面都比较均衡 但动力和底盘 如果是原厂状态下 可能还是比较偏家用 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浅诚则指 运动性还是稍微差那么点意思 词语其实最让人着迷的是 它强大的改装潜力 那么各种改装方案都非常成熟 但是大家都懂得 改装文化目前在国内 还是比较尴尬的 奇瑞这几年技术 突飞猛进 Arizo 5 GT就是最好的例子 它有着年轻运动的造型 宽敞舒适的座舱 那么面对同级别标杆的考验 它的动力性能操控 都是可圈可解 甚至说 在某些核心性能指标上 还全面超越了本年思雨 那不吹不黑的说 在10万元运动型 家用车车市场 它绝对是一匹 值得购买的黑马